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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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好 大家好 今天又要來講一本故事 今天要講的就是這個 這就是我 我 這隻熊熊 圖文威希特 老師覺得這本書很可愛 今天就來分享這一本 這就是我 那你在寫什麼呢 這就是我 熊熊好開心 看著我 他說這就是我 我喜歡我自己 我熱愛生活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我有自己的做事的方式 我哭筆了 哭筆了 我哭筆了 哭筆了 我哭筆了 我喜歡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 我喜歡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 看 看 我很帅耶 我享受生活中的任何小事 当然还有大事 我会说很多种语言哦 小娱老师不会讲法语 这个好难哦 不管到哪里 我都能过得自在 我喜欢惊喜 也玩得很开心 我非常勇敢哦 而且我喜欢各种挑战 没有事情可以吓到我 其实有一些些例外 比如说 我很亲切喜欢与人分享 我虽然个子很大但是我很温柔 金妈妈你们家小宝宝 大家都想和我做朋友 我聪明绝顶 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很孤单 觉得自己很渺小 这时候我就会马上出发 然后就开始跑 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一直跑继续跑 一直跑到你身边 对你说 有你真好 这就是我 我 这就是我 这本书很特别吧 然后呢 不曉得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上面居然有注音耶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小朋友跟我分享的礼物哦 他小时候觉得这本书很好看 长大了之后呢 他觉得这本书可以当做礼物 他就送给巧克力老师哦 所以呢 有些字 他在上面帮我写注音 哈哈哈哈 这就是交到好朋友的最棒的地方 因为他们会跟我们分享 还有一个就是老师喜欢这本书 如果你很害怕的时候 像地震的时候 看到新闻上面的战争的那个照片的时候 你会害怕 就像这熊熊一样 你们不要忘了哦 身边有很多爱你的人 会保护你陪伴你 那有时候他没有在我们身边也没关系 因为他会在我们的心里 那你就不会害怕了 因为我们永远都不会孤单 不要害怕 喜欢自己 然后愿意去帮助别人 然后 你就会很快乐 好咯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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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